在门继续讲 激进中兵新边 隐藏最深的飞刀 护艇兵组 薄荷鞠 对平炮对军 是中炮对平风马 最正的阵型 下面我们冲兵 败冲 这也是目前 最流行的正谱之一 下面黑方式必须进向 然后平鞠 竹马 这个时候 鞠马 才是正宗的五步 穿草马 走一步 都不行 原因我都讲过了 因为现在踹着鞠 打着底下 红方必然要平鞠 再踹 然后进马 沃槽就是杀棋 红方平炮现在挡不住 挂脚 也是杀棋 所以只能进士 然后打将 抽掉这个鞠 这正是向其开局最长的定士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好 咱们继续 下面红方 杀足 黑方 驻流 是退局 瞄论这个兵 红方 就要凌空 打这个局 那这个肯定要杀兵 然后平兵 进入 隐藏最深的 飞刀 那黑方一看 乖乖 白白干掉一个马 还客气什么 这一步走完 专业棋谱 已有定论 就是红方 必胜 那怎么胜呢 就是平炮 取胜 双保险 下面黑方 如果杀相 这是第一种选择 红方直接 看 那黑方 能不能杀军呢 好像可以啊 如果杀军 尽码 就是绝杀 因为相 回不来了 浸泡杀旗 是吧 降动不了 他只能走势 不管这个势 怎么走 都是平炮 杀旗 那下面 黑方 怎么办呢 砍相 就是为了制造对攻 浸泡 进攻 是最好的防守 他服有退居 带着响 出 或者杀鸡 等等手段 红方一定要 进帅 匕首 再将 就 再进帅 黑方的鸡 盯住炮一户 就可以杀这个鸡 因为随时可以砍 所以红方 一定要把鸡 离开 这个险地 然后浸泡一将 只能退向 下面 红方 走什么呢 相信 会有很多 企友 选择杀相 因为他给你的 感觉 非常好 平局是杀 退局也是杀 而且 是 还动不了 炮 阵度当头 这个地方 对红方 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 如果这样走 黑方会 直接砍炮 带着响 然后 反杀 所以 这个地方 千万千万 不能杀相 一定要先进市 打这个鸡 黑方要做出反应 然后 再砍 现在黑方 就没办法了 只能平降 再然后 就没有了 妈 还控着个店 好 咱们回到节点 哪黑方 禁居到暗处 不理想 退居到明处呢 先手捉炮 那你肯定不敢砍像 怎么办 我们就启动 第二套方案 浸泡 带着西郎 然后 带来一个西郎 砍料像 就是叫杀 平居退居 将还是不能出去 是吧 马还控着个店 但是 红方的炮走了 黑方可以阳势了 这也是最后的挣扎 红方 将军带西郎 黑方的居在暗处 有弱点 在亮处 就被利用 如果下面进市 那我们杀掉这个局 炮还打这个局 还有平居桌炮 退居桌马 黑方还下个毛线 那带想的地方 黑方尽将呢 谁要在杀局 我跟他没玩 我跟他没玩 为什么呢 因为 黑方都是单向选择 连将 杀起啊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来看黑方的正招 就是居八退四 红方 红方 浸泡 凌空打 然后退马 打死这个局 局 无路可去 大家认为 当前局面 谁占优 那红方 可能都笑了 打死局 当然我占优 实则不然 黑方就是通过 这种自杀招 才能化解 红方的强大攻势 正招 非常刁钻 有点反人类 所以 很多爱好者 很难达到 这种深度 导致 激进中兵 令人发毛 下面黑方 一定要砍掉 这个炮 然后沙马 现在双方 子力相同 兵足相对 一旦足过河 会给红方 带来压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容易走出进兵 这是对红方 最后一个考验 如果进兵 就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 黑方杀兵 捉着说 红方只能上马 平居在捉马 那你只能保 然后 得子 红方就输了 那这个地方 红方 应该怎么办呢 退炮 这样 黑方要好 一丢丢 所以 红方要 主动 求和 当然 黑方不敢打炮 因为你退狙 这个马 也捉死 所以 他肯定要进足 因为足拱着狙 所以 红方只能用狙 杀炮 下面 这个马 准备盘出来 一定要回狙 控马 扶平狙 捉死 所以 黑方无奈 只能跳出来 然后 打掉 这个肯定要杀 这样 铁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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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